你好,我是董振东 在这一支影片当中呢,我要跟你分享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先生呢 他的选举的八部政策 第二点呢,是呢,当我们在行销任何东西的时候呢 你可以拥有的三个层次,三个切入点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瑜的八大政策的政策一 不设竞选总部 那为什么要不设竞选总部 我认为原因可能有很多 那我认为主要是要节流 就是节约 因为他的竞选经费没有那么多 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花非常多的钱 然后去设立一个竞选总部 然后第二点呢,他说不设各区后援会 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这边我还不知道有 就是关于韩国瑜先生本人的想法 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希望他能够呢 靠大家呢,就是能够自动自发 但是呢,不要特别去 聚在一起啊,可能会引起冲突等等的 那第三个政策是呢 不设竞选主任委员跟竞选总干事 我想一来也是为了节约 然后二来呢,是 呃,如果成立了这些委员啊 总干事这些 然后有职务之间啊 那大家可能彼此呢 就会内斗,争权夺利你知道吗 然后呢,甚至呢 要抢功劳等等的问题 就会衍生出来 那就把一切重简 大家呢,没有身份 没有,都是平等的 然后一起去为这个梦想 为这个目标来迈进 好,那政策是呢 是不树立竞选旗帜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 因为在高雄 呃,以前选举的时候 到处都看到旗帜 啊,旗帜呢 你看,如果现在台风天来了 台风一吹哦 全部都起哦 几乎全倒,你知道吗 那事后呢 要再来散后 其实非常非常之麻烦 所以旗帜呢 旗帜跟海豹的效果不太一样 海豹通常还撑得住 但是旗帜呢 只要风大、雨大什么 然后就会倒成一片 然后会对马路啊 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呢 我认为除了一来 它也是很花钱 然后二来呢 也是在所有的宣传里面呢 是最不安全的 也最容易被破坏的方式 那政策五的话 是不买票、不请客、不送你 这个基本上是 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它也一定不能做 但是呢 它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呢 呃 在强调呢 我们要选一场干净的选举 绝对不做一些 偷鸡摸狗的手段 侦测五呢 是不授权任何人进行募款 因为呢 一旦做了这件事 一谈到钱呢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你知道吗 那钱呢 呃 这些有可能会发生的后遗症 那所以就干脆就不要这样做 其实这些想法都非常有创意哦 而且也是 呃 真的是深思熟虑过才发布的 那政策七呢 是不抹黑造假 因为呢 很奇妙的一件事哦 就是一到选举呢 大家都会抹黑 然后大家都会造假 然后甚至制造假新闻嘛 然后呢 互相的攻击 可是呢 我从行销的层次哦 来看 你也没看过 例如说 iPhone好了 他在宣传他iPhone的时候 他会去攻击其他家的手机厂牌 哦 就是很少在商业界里面 你是透过去抹黑造假 然后来 来宣传你自己的东西 来证明别人是不好的 然后你的就是好的 但是在政治圈里面呢 每次选举呢 就一定会遇到这个 那等一下后面我会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那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那韩国瑜先生绝对就是做到他 不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 最后一个政策是不进行对手的人身攻击 这个是 尤其是选举哦 我认为是最难最难做的 那媒体呢 一直很喜欢套 套说 请韩国瑜呢 来攻击一下他的对手 但是他永远都说呢 致死啊 或碰面的时候 碰到陈其麦先生的时候 都是 我 我敬重的 或我尊敬的 他永远都是 尊称对方 然后呢 也完全不去攻击呢 过去的 市长 陈局啊 谢长廷等等的 然后他说 我们就看现在跟未来 这个非常有趣哦 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呢 一个 一直着重在 过去发生什么事的人 他们看不到现在跟未来 那身为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看过去吗 批评过去吗 然后都说一切都是过去害的吗 这个有点像蔡英文总统 一直在做事情 因为他一直都把现在的问题 都归咎于以前的人 但是真正一个领导者 他要做的 人民赋予他的权利 是希望他能够带领我们 迈向更好的未来 而不是去 责怪过去的领导者 做错了什么 那我认为这是领导者 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有能力呢 去有远见 然后呢 去看到未来 然后而未来呢 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 一般民众呢 看到的都是现在 你看现在空气污染啊 等等的 但是呢 真正领导者他是看未来 那 所以呢 很有趣的是呢 韩国瑜先生呢 他都是往未来看 然后不看过去 我认为这跟 这跟他的修行也有关系 修为也有关系 这绝对是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八大政策 基本上呢 我认为他把 选战的行销啊 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那呢 我就自己整理 这个基本上 你在行销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用三种层次切入 最低的层次就是抹煞跟抹黑 什么是抹煞 抹煞就是全面的 全面的否定一个人的优点 所以呢 民进党里面 只要任何人 你会发现呢 去说他支持韩国瑜 或觉得韩国瑜是有优点 而不是进行全面性的否定 那那个人 就会出大事 就像之前的高家瑜 然后他稍微支持了一下 然后就被人家 一直猛击 OK 所以呢 那抹黑呢 又更惨了 就是呢 好的也要讲成坏的 白的也要讲成黑人 这个我认为是最低层次的行销 你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 我们就举iPhone好了 要行销他的手机 然后他的做法呢 都是全面否定别家手机的烂 那好的也把人家说成烂 那黑的也把人家 白的也把人家说成黑的 那用这种层次 去攻击对手 攻击其他的品牌 从行销少数来讲 你根本就是神经病啊 对不对 人家没有来攻击你 那你没事干嘛去攻击人家 而且还把人家这样子 就是讲得这么不好 这个是在行销 或做网络行销的时候 我认为是最低的层次 那为什么选战的时候 就常常会出现这个 我也不解 那再来呢 再高一点的 再好一点的层次是呢 就对立跟攻击 就是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嘛 所以我们就是互相攻击 然后我说你 你只要被我抓到你的把柄呢 然后我去骑你的底呢 去找你呢 过去呢 几年前 或很久很久以前 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只要被我抓到把柄呢 我们就拼命攻击 这个就是对立 这个的策略就是呢 透过呢 去攻击对方的弱点 然后呢 让其他人呢 其他选民认为 因为这个人呢 他有这方面的弱点 所以呢 就可以以偏概全的去 全面抹杀掉 这个 否定掉他其他所有的优点 也就是这个基本策略是 透过去攻击别人的缺点 来间接的抹杀他的优点 哦 这个是 比较高招的哦 实际上比纯粹的 抹黑跟抹杀还要高招 因为抹黑跟抹杀 通常有一点是非颠倒 然后 完全不讲理 没有理性 所以呢 所以一般稍微有判断能力的 文明人 他都会认为 你这个讲得太过分了吧 人家可能也没有这样子 但是对立跟攻击 他不一样 他的层次是 他找到一个对手真正的弱点 是真正的事实 他是攻击在事实哦 例如说 韩国瑜先生曾经打过 陈水扁先生 这是事实 你可以拿这一点 来攻击他 说你看他过去在议会 你看哪有人这样子的 哦 对不对 然后呢 例如说韩国瑜先生说过 高雄又老又穷 这是事实 然后呢 那民进党呢 就可以把他拿出来 说为什么要唱吹高雄 你看就可以拿这个事实来唱吹 来攻击 所以这个是更高招 因为他是拿事实 已经发生的事实 然后来进行对立 然后跟攻击 然后来间接的造成抹杀 的效果 可是呢 更高更高的层次 不知道比这个对立攻击 还高几阶的层次 我就把它总结成四个字了 就是理性跟尊重 这我认为是真的是 在现在选举里面呢 几乎几乎没有看到 连那个我看那个政论节谈话性的节目 他们都说如果这个八部政策 韩国瑜真的可以守住 然后最后还真的被他当选 那真的是把台湾的选举的行销策略 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标准 而且呢 如果这个八部政策被他做到了 那真的未来呢 其他候选人也开始跟着仿效 哇那真的不得了 那真的不得了 因为毕竟选举我们到底是 选市长选总统 到底选民要的到底是什么 选民要的就是一个 这个政见是真的说到做到 而且这个政见呢 是真的有足够的远见 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跟未来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然后我们要选一个 可以在未来领导我们 台湾走得更好的人嘛 这个就是整体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不是去 透过攻击 过去的党派做多不好 然后说我现在才做不好 我们的目标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选出一个真正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 这个在那个企业界里面都很清楚啊 成功者都应该 不应该找借口不应该找理由 就是把事情做好 然后 可是我们发现在选举上呢 的领导者呢 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呢 理性呢是指 能够呢 我们好好的来比嘛 比谁的证件好 高雄的问题 客观的大家都能陈述 那我们就来比嘛 谁提出来的证件 可以真正的解决 那由选民来决定 这个就是理性啊 对不对 谁的想法强 谁的创意强 谁的证件好 我们就选谁 哦 这个非常有格调 完全文明 第二个我们尊重对方 我们不去攻击对方 不去抹黑对方 我们就尊重他 因为选民呢 如果因为呢 他讨厌陈其迈 而 只能选韩国语 那韩国语如果因为 是这样子 因为我讨厌陈其迈 说我只好选你韩国语 这个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 应该更高的程式是 我选韩国语 是因为我喜欢韩国语 是因为我认为他的证件 对高雄真的很好 而且真的能够解决问题 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透过去攻击 竞争对手 来获得自己的胜利 其实这个程式 没有比去尊重竞争对手 也不需要攻击他 那我们理性的探讨 谁的证件比较厉害 谁的行动力比较强 谁比较有热情 谁能够真正的感动选民 所以我认为 韩国语先生在这次的选战 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 第一次我其实也没有关注 过去的选举这么深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这个选举的层次 真的来到了商场 企业间的品牌之间的竞争的层次 因为通常大企业之间的品牌行销 他们是不会 你看他们打的广告什么东西 是不会去抹杀或抹黑其他品牌的 也不会没事在那边制造对立跟攻击 都是着重的都是品牌的定位 品牌的未来 然后理性合理的比较 然后塑造一种尊重对方的感觉 对然后呢 也没有说要恶意去讲人家什么坏话 如果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哦 我讲到这里 因为韩国语先生 他我最近在高雄 比较全面的在看到韩国语先生的海报 开始变多了 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那 那呢 他上面就有其中一个海报上面写 西欧市长 因为韩国语先生就一直强调赚钱赚钱再赚钱 他定位自己 在西欧市长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点 因为如果站在一个企业的观点 来营运一个城市 那就是整个把格调呢 变成是一个商场上大品牌跟大品牌之间 良性理性互相尊重的竞争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政治提升到 企业大品牌之间的彼此的理性的竞争 良性的互动 良性的竞争 还有彼此的尊重 那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所谓的政府机关 官僚机构 就不会被一直批评 怎么那么没效率 就因为他是铁饭丸 所以呢他做得再烂 也不会有人把他fire掉 但是你看 对企业来讲 你自己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政府机关是一个企业 他敢这样玩吗 他会出那么多弊端吗 不会 因为企业是非常的现实的 而且做错事呢 就随时有可能被fire 但是我们的政府呢 做错事呢 你就是铁饭丸嘛 对不对 不然就掉职嘛 所以呢能够把治理一个城市 甚至治理一个国家 提升到是CEO的观点 这个真的很不得了 这个呢最后呢 就又要我扯到川普了 因为川普他就是商人出身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一个CEO市长 或是CEO总统 川普其实就是一个先例 他以一个商业 企业人士的观点 就是非常的现实 你对 我跟你之间的竞争 就是要公平公正 所以他发动了贸易战 就是追求公平公正的交易 他是从企业观点去看 我们不管他个人的 一些人格特质或等等 但是现实就是会说话 他造成了美国的经济 前所未有的好 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这个是很多国家 特别是台湾 梦寐以求 而且很多很多的企业 还因为他的减税的措施 然后大包红包 给他的员工 所以他在这方面其实就做得很好 所以在韩国瑜先生在某种层次上呢 拥有川普这个商人 这个CEO的观点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非常务实 对 所以呢 好吧 那我今天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最后呢 就轮到你了 我想要了解呢 你认同韩国瑜先生的八部政策吗 那你目前为止 选战打到现在呢 你有什么看法 那欢迎呢 你留言 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按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